發表意見的朋友 現在我是請林局長作一個回應 還有一個最後的總檢 王先生很多謝你 你是這麼年長的情況下 你都是盡你的努力 今天參加我們這個諮詢會 亦都是很誠意地表達了你的意見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對香港不用灰燒 因為我們香港已經經過了很多艱難的日子 但是依然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我們的發展是不錯的 大家說希望要搞民主 我們邁向普選有時間 大家認為我們的選舉制度要進步 我們明年就有一人兩票的選舉 所有登記的選民都有一票投地區 一票投公民 所以我們到普選的時候 選擇的時候是每人一票 我們普選的立法會也都會符合普及平等原則 所以我們香港有希望 不單止這個政制有希望 我們的經濟發展也都有空間 大家看到剛剛我們副總理來的時候 有一系列的措施 我們香港是可以發展這個利益 所以我們處理這個工作 我們自己要堅定 不要被任何的黨派或者人士 轉移我們的視線 而蘇虎先生 你表達了很多的意見 首先呢 如果要踢球呢 第一件事 就是要守規矩 今天有些人進場不守規矩 我可以說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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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是有一位呢 預留給立法會議員的 我們是請兩項議員進來 他都不願意進來 他是要搞一下這個衝擊的行動 那所以呢 如果是要打球呢 就要守規矩 好 第二 你說 你在立法會 你們做這個公眾諮詢會的時候 我都記得 你們站在那裏做一個默哀 你默哀呢 我尊重你的意見 並不表示 我會認同你的意見 第三呢 你問他們為什麼 是要到 今年2011年 才做這個 的替補機制 為什麼 在馬力議員去世的時候 我們不指出這個補選的制度 是有問題呢 因為在馬力議員去世的時候 並沒有兩個黨五位議員 利用這個空間 扭曲我們選舉的制度 你明白的嗎 我的答案 我真的聽不懂 給 ceram人 每個人都做這個 這補一一個人 這補一支 吝視 整補一支 我才扭曲 你那補一支 你那補一支 啥 細補一支 幾支 希望大家在繼續支持 多謝大家